这也是已经在我这儿度过两个冬天的饿龟小黑 在家里依靠凶猛第一名而站稳脚跟 虽然他的体型一直像他的名字一样憋屈 满身长早不说还不停褪皮 但气势上他就从来没输过 并不影响我长期怕他 最近为了响应我家龟龟人均单身公寓的政策 我准备给小黑也换个新家 不过我猜小黑不会太惊喜 因为这个玻璃缸其实早在一年多前他就享受过 只可惜后来他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比如把缸让给他 或者他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小黑呢 我愿意相信他是偶然 所以这次为了弥补我往日的亏欠 我给他的小缸添置了一圆猛将 嗯 当我拆开时发现他有一点点大 但这个玩意儿的小号我担心更积累 就只能将就着给他安上了 不得不承认这刚换完还很浑浊的水 没两分钟就干净了 对小黑这个褪皮王来说应该很合适吧 我内心窃喜买得还不亏 我把缸摆在龟龟单身公寓的最上层 小黑背着突如其来的惊喜笼罩着 格外快乐 在缸里不停地跟我互动 对恶龟来说什么叫互动呢 可能就是想尝尝手指的滋味吧 我胆战心惊又欲罢不能地逗了小黑一会儿 累了 小黑呢也终于意识到他有了新的邻居 怂刀 他俩隔着玻璃互相比试了起来 你跑跑我跳跳 本以为是互相欣赏喜出望外呢 站了几分钟后 我发现也许他们只是看到我这个蝉屎官了而已 谁叫我是一颗行走的龟梁呢 龟龟们都好现实呀 他以为自此小黑的幸福生活就开始了 新刚新过滤也算是归生值得了 可是好巧不巧 这个时候我瞅了眼楼下的哈总 内心突然泛起了一丝波澜 是的没错 我还是被哈总的气场震慑住了 不听使唤的麻溜的把新过滤给他换上了 这下舒坦了 真不错 哈总一定很开心吧 小黑呢 给他贴个壁纸小小安慰一下吧 毕竟还没雾热的东西就被抢走了 我也十分遗憾 我自己的贴纸小安慰恨 那边 咱们来鸟 完全没须恨 快乐 我妈妈 不开心 就是这样子 这一 sn villains 我畅囅翻了